赛组宗会 赛组宗会 无赛组宗会 好债比提晋 无赛马战夺 好债比提晋 发光会派人 赛组宗会 三組輸送隊 三組輸送隊 第7組輸送隊 你們在獲竽條 Los 本來是三小名自己 對,因為剛剛你們這樣有點受傷 畫面上面很適合 對 大家總是十分 copy 二度旅行 我還要去星期四 給中一分 他拍子 這幾號到了 沒想到 這樣拿到中二分 這裡 雖然中二沒有意思 中二不能找 所以還在他們生涯 只要收... 中二分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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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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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好 大家請看,在陰山的路上看到所以我會看, 在陰山的路上會有看過, 我在陰山的路上會看到, 其實和平山的路上會有尋常的路上, 所以在陰山的路上會有尋常的路上, 所以在陰山的路上會有尋常的路上,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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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能马政府,讨债平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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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政府,讨债平均进 从那一代到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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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不知道几十代 不知道几十代 老保都要说几十代到下家庭,讨债平均进 那一代到下家庭,讨债平均进 那一代到下家庭,讨债平均进 那一代到下家庭,讨债平均进去公务员派有行政责任 所以他把经济困难附的四个五个字的门槛拿掉 这是为了解决他自己的问题,不是解决我们官党公民的问题 那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补助七八九我们还不愿意去领 我们强调一句话,权力不可以打折 那大家才知道哪些人是给補七成八成的 就是当年只拿到支权费的 大家知道支权费在倒退救治里面就是退休金的一半 他们的年只已经被打对折了 凭什么现在这些人反而不能拿到九成 还要再被支付七成八成,然后自己还要付三成跟两成 权力不能够打折,马亦有自己的存款有七千万 假如他这么有钱,那我们就打给他的退休金支权费 是不是应该打七折、打八成 那他在台北市政府退职的时候 前面所有的年只,他那时候要去买六十五万 是不是应该他现在所有的年只,他都承诺说被打七折跟八成 那如果他给隐身做责,我们也没话讲 我们没接受七折、八成 如果他不愿意,他的支权费费从国家大学人给他的钱 他不愿意打折,我们也绝对不打折 来,来一句 全力不打折 全力的马云 华武棺材本 七八九 七八九 去你的马英九 七八九 去你的马英九 去你的马英九 为什么没有骂马英九 大家看到马英九重龙土皇帝 刘正宏今天早上 趁大家来总统府抗议的时候 放空城,然后他偷偷透析把房子拆掉了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说 我们行政部门里面土皇帝不止一个 潘思维也是第二个 潘思维上台以后 从来不跟我们协商 完全按照他的意志 要补多少 然后给我们打折方案 我们当然不能接受 这个我今天来跟你讲说 马英九土皇帝不止有任同 我们潘思维也是个土皇帝 他的方案我们绝不接受 来,这个 往后 讲一下我们的诉求 好 好,我们今天来到这边 其实我们诉求 非常简单 而且是 从一年前就诉求到现在 大家手上 有新闻包吗 我们等一下会进行几个动作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有带两块很大的白色的板子 这个板子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直要求 把我们这个马来政府 执政党 要推动牢基法28条修法 让我们后代子孙 那我们劳工可以不会因为雇主的恶性脱产 恶性官场倒闭 而产生他自己之前被退休金拿不到的损害 这个问题 其实从20年前 甚至更早以前就已经在发生了 20年前 我们联服的劳工去握轨 换得了一个暂时性的解决方法 就是说政府发放 用就业案定基金发放之前被退休金 可是呢 政府在往后不管是开办事业几步 还是提出劳退新制 其实都完全没有办法彻底的解决劳工的问题 上个月 劳委会潘市委 提出了一个 劳基法28条修法的草案 可是这个修法草案是什么 是说把之前被退休金最高六个月的债权 优先于抵押权 这个意思就是说 当你如果雇主恶性倒闭的时候 你最多也是拿六个月而已啦 你今天你就算退休 你本来可以拿十二个月 十八个月 二十个月 三十个月 你最多就是拿到六个月而已啦 我们手不能跌